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Math学院的德德CMS反章教程 那么我们之前几节课的话是讲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列表的一个分页 那么这节课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4.1小节前台功能的一个列表实现 那其实我们这一个功能已经实现了啊 我们这个功能呢是已经实现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我们的德localhost我们的这一个对不对 好,这是一个后台界面是我们已经登录过的 那么我们先把后台给退出来啊 先把后台给退出来 已经是退出的状态啊 那么我们先登录一下 然后点击注销 点击注销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前台的一个界面 对不对 然后昨天的话,就是还差一点点 就是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Math学院的一个伟静态 对不对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一边的东西呢 也改成我们点击式伟静态的一个形式 好,那么我们就来做这么一个东西 先打开我们的军微网啊 好,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模板目录 是在我们Templates的这个地方,对不对 然后是我们的麦子FAQ 好 那么找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有一个Page List,对不对 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找到 先把这个地方给找到 我们Page List的话 不出意外就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Include里面 好,然后再找到我们的这个Page List 我们来看一下 P开头的 好,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找到这个TAG Lab,对不对 找到我们的Page List 好,如果说都没有的话 我们找到这一个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Data List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知道 我们自定义的这一些东西 是定义在我们的TAG Lab里面 那我们有个TPL Lab 也没有,对不对 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搜一下 我们的这个Page List 看它是在哪里 我们搜我们的全账文件夹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Include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Include里面 不会去其他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Fill List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好,这边有个Debt List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GetPage List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边只有一个 我们找到我们找到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Page List 里面的这一个文件来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引用这一些东西 好,我们拉到这一边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Data List 这边会有一个Data List的CP 那么我们找到这一个 看它是定义在哪里的 查找一个全部 好,这边有一个 这是什么 ARC彩彩 好,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Data List CP的一个东西 那这一边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这一个Data Page List 那么我们在当前的这个文档来找一下 OK,那么这边会有一个Page List 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接着来看Page List 假设说我们在这边加入一排S 好,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排S出现 没有,对不对 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边有一个 这个东西 那我在这边输出一排S刷新 好,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我们这一个文件的一个所在 那么我们这个PURL的话 就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 好,作为一个参考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出一下 我们这个PURL 好 在这边输出一下 然后再结束一下 OK,那么这边的话就会有我们的这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然后加上我们的N的服务 N的服务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连接上我们的一个Page Number 连接上我们的Page Number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修改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样式 把这个地方给改掉 那么当然我们这一个DataList CP的话 就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个地方伪劲它要用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也要用 所以说我们还得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做一些标识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做标识的操作怎么来做 假设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 Diffune一个叫做我们的Math FAQ 好 我们定义了一个Math FAQ呢为True 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输出我们的这个 能不能输出来 如果说能输出出来的话 证明我们这一个是起作用的 好,那么可以输出出来 对不对 可以输出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判断了 那如果说 在哪里 刚才有注视了 在哪里 一扎眼就不见了啊 在这边对不对 那么Foreach的时候呢 如果是Math的FAQ 我们就用伪劲态的形式 对不对 然后呢 否则我们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啊 如果说是我们Math的话 我们就在这边用伪劲态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个是原始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伪劲态 昨天是写的怎样子的一个伪劲态形式啊 好 是我们的Math 加上我们的一个分页符号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就这么来做 好 这么来做 Data CP 然后是在Math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 SREF等于我们的MathFAQ 加上我们到了J 对不对 点HTML 然后再接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啊 看一下效果 点击第二页啊 我们第二页 对不对 第三页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分页 好 我们点击首页呢 它会加上我们的这些PageNumber什么东西的 好 那么我们首页跟上一页也是需要修改一下的啊 好 我们点上一页没效了 对不对 那么我来看一下上一页的在哪里 好 那么我们获得上一页和下一页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啊 在这么一些地方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啊 来看一下 好 好 会更乱啊 好 那么这些地方的话就是PageNumber 这是我们的上一页啊 上一页 那么我们就直接这样子 叫做我们的MathFAQ连接上我们的 这个 点HTML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 然后接着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用 好 Math 然后一点HTML 好 其实这边的话我们还会设计到一个其他的这个行 我们先这样子做吧啊 我们做事情之前呢也不用考虑太多啊 考虑太多的话可能做事情会比较慢啊 不是连接啊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Math的上一页下一页刷新一下 然后点击首页到第一页了 对不对 点击末页到第四页 对不对 然后点击上一页 第三页上一页 第二页下一页 第三页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这一个维晶态的一个 功能的一个列表实现啊 然后实现一下我们维晶态啊 当然呢 我们这一个样式比较丑 对不对 但是比较丑的话我们有一个方法啊 就是把我们主张的这一个 把我们主张的这个公共部分啊 我们来打开主张啊 我们主张这个公共部分 我们直接调用到这边来 好 我们首先直接看一下我们主张的这一个 能不能直接调过来用 好 我们也是用我们的include的那一个 好 就是这一个 好 用这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啊 好 首先找到我们的template 然后找到我们的mets 对不对 再找到我们的这一个index.htm 好 那么我们头部都是这样子 好 那么这边会有一个fairlane的inhead 好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在body下面加上我们这个hide看到里面用 好 如果有用的话那就完美了 如果我们说没有用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好 证明是没有用的哈 证明是没有用的 那么 我们这样子输出一下看一下他的编译文件是 既然不报错啊 既然不报错 我们来看一下原代码 这个body下面这边不报错哈 说明他没有引路到任何东西 这样子呢 报不报错 这样子还不报错是吧 这样子呢 这样子说明我们是可以获取到这个地方的啊 然后呢 是在我们的mets下面的一个head 好 那么我们这边刷新一下 好 看到没有 我们这边就出现了我们这种东西啊 出现了我们这种东西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一个头部给拼命掉 这是一种方式啊 我之前也没试过 如果说这个不行的话 我后面再跟大家说我们其他的另外一种 比较傻的一种方式 但是也是可以实现我们这种功能 好 那么我们再把问答列表也给删掉 好 这个也不需要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漂亮一点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这个head里面 是不是有这一些type name 是没有解析的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给解析一下 好 看一下要怎么来解析 好 那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plus里面的mets fq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肯定要引入一些head下面的这些标签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templates mets下面的这一个head 我们这个head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些主页 好 要把我们的这一个频道模型给调用进来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index.php 啊 我们index.php 看一下他有没有加载我们的这个东西 好 没有加载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直自动生成啊 不是这个东西啊 它是把我们的一个commoninc给调用进来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把这个commoninc我们也给调用进来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commoninc呢调用到哪里呢 好 调用到这个地方来吧 然后呢 我们dir 然后再加一个到外层去 好 到外层去 我们再来刷信一下 好 没有效果对不对 没有效果 file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样子输出的是什么啊 好 输出的是data下面的一个我们来看一下data下面的一个commoninc 是可以获取到这一边的啊 是可以获取到这边的 好 那这个是一个数据库的东西呢 我们这个就没什么用了啊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他会去 啊 他在这一边 好 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给获取到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给获取到一下 file net 然后再dir一个file net 像这一些的话是我们一些php的常量啊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这种东西 刷新 ok 那么我们再把这一个给看一下它输出的是什么 一口一个 刷新 好 w include里面的inc 对不对 w我们的inc 里面的一个common.inc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也打开看一下 好 在这一个地方的话 它就会加载一些文件了哈 把我们的common啊 还有一些 频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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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这是一个control模型 好我们看一下为何这样子是没有效果啊 那么它输出我们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样子 会有报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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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报错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报错的信息先开起来啊 我们把所有信息都报错 我们把所有信息都报错 看一下它有没有报错 也没报错啊 然后获取到我们这一个东西应该是获取得到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出一个东西啊 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我们这个文件 好 说明是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文件的哈 只是看一下它其他地方为什么会不能执行啊 好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啊 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啊 比较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我以前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啊 我们到这个页面来对不对 查看云代嘛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头部跟底部都不可能经常变 对不对 我们再点一下检查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头部跟尾部是不可能会经常变的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傻的方法 又比较好用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头部啊 把我们的一个头部全部的给复制进来啊 我们把这一个edit一下 好 在这边嘛 我们在这边去复制啊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有一个divheadtop 然后一直复制啊复制到我们这个地方结束 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的麦子这一个地方来啊 好 好 像这一些像这一些的话是一个中文的乱码 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中文啊 它就是这样子 最终啊 OK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我们 头部跟我们的这一个主张是相通的啊 主张是相通的啊 好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对不对 你看我们来点其他页面 都是一样的吧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的话 就大概讲了一下这种 呃 比较 呃一些实现的一些小思路吧 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今天这节课的话 也行讲到这边啊 下节课我们再讲一下一个详情页 OK